Set your intentions first, then add your goals. That's the secret to enjoying both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journey. 我經常都會在我影片裡提出,做事之前最緊要有善良的動機, 然後才設定目標,這樣才可以全程享受過程和目的地。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分享雷新春的鬼故香港恐怖歷史, 之後就會說說法國的奮鬥經過, 然後我就會和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她沒有和Doo姐在一起, 也會說一下Doo姐的成長背景,她的成功因素, 還有她的根據和大家分享一下。 Sometimes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value of a moment until it becomes a memory. Are you ready? 張宇玲玲,她當時拍網中人,她是第一次和法哥合作的, 當然,法哥那時候是年輕,對不對? 但是我會說一下鄭宇玲,她雖然她是草根家庭, 但是她的人是比較純品一點的,初頭, 但是這個鄭宇玲,可能她是不勝高的, 一個聰明的人,很小時候她的家庭令她成為一個很有獨立思考的人, 待會再說她的家庭背景, 現在說回這個網中人,她們兩個都是第一次合作, 不是很熟悉的, 你知道,拍劇要去拍造型照的, 試一下造型,穿什麼衣服, 親不親,或者拍劇照去做宣傳, 當時拍了情侶的造型照之後, 這個鄭宇玲當時就去這個攝影房, 問那個攝影的人, 就說給我剛才拍的情侶照, 給我一張照片, 她就放在銀包那裡, 然後她說, 久不久就在銀包拿著她們這張情侶照, 就培養一下感情, 因為她說她跟Doo姐, 當時不是叫Doo姐, 可能叫Doodoo, 或者叫鄭宇玲, 很少人叫她的真名叫Carol, Oh Carol, 當時她就一直說, 說真的, 你比賽另一個平凡女子已經死了, 但是Doo姐, 她也不是普通的省油燈, 但她不是不做事的, 她說她當時, 發哥是這樣培養感情的, 把銀包拿出來網上, 但她告訴她, Doo姐當時在做什麼呢? 因為在訪問那裡, 互相撩戀大家以前的事情, 其實Doo姐曾幾何時做過一些, 你現在看著Doo姐的樣子, 你猜不到她以前會做這樣的事情, 做這樣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她怎樣呢? 她就走去, 問大璧姐, 大璧姐, 我想積積的蚊衣, 怎樣積的, 她積了頸巾, 她積了之後, 她就送頸巾給周倫發, 之後周倫發就問過他, 那時候問大璧姐, 你不懂得積的, 你故意問大璧姐, 怎樣積, 然後你送頸巾給我, 然後Doo姐, 很有演技, 很萬不驚意, 不可以承諭的, 沒有人都是這樣說, 當時很長時間在片場拍劇 沒有工作,就找工作去做,就職,然後問大碧姐 其實我也送過很多人,你的頸巾在哪裡?一定沒有了,扔掉了 你交個波給我,我交個波給你 如果大家都是Single的話,你就知道 但不是,為什麼呢?這個刀姐不是普通的女子 我稍後再繼續告訴你她的心路歷程 好了,這個刀姐跟這個,因為很長的 網中人拍了80集,總共拍了9個月 這套劇一直拍,譬如今晚拍,後天再出街,當時是這樣的 甚至乎兩個一起累到睡在街上 這套劇非常好,所以拍完網中人之後 他們網中人就是,刀姐是做一個有錢人 刀姐是大讚這個發哥的,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拍檔 他說他人很nice,很懂得照顧拍檔 有一次做這個火鳳凰 在九龍塘那裡拍外景,要開跑車 那天,刀姐就不舒服,但又不夠膽和導演請假 你知道,刀姐是一個很discipline的人 他不是隨便失場、遲到位,全部沒有的 很有演員道德 但因為對著這個發仔這麼久 當時叫他發仔,覺得他好像半個家人一樣 所以他將當時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說了給法哥聽 然後發哥立即逢一聲開車 原來他開車去了藥房買藥 之後就駕駛車回來拍攝 他也是,刀姐是怕別人誤會 因為他們經過九龍塘 所以他只是拍攝 所以他覺得他很照顧拍檔,而且非常不自私 如果不是的話,就做不到拍戲的效果 有時候,拍戲互相說是否搶氣 怕你搶氣過我 有這些,就是有這樣的 chemistry 所以,好看你跟誰拍檔來做的 他會不會騙你病,拿你命 他覺得他不是這種人 反而就像家人一樣照顧他 這些是其中一個點滴的回憶 另外,他拍親情的時候 之前他做有錢女,駕駛跑車 去到做親情,輪到 刀姐就做工廠妹 而發哥就做車房仔 一道戲就拍80集 但是,刀姐拍到50集的時候 他就死了 但你不要以為他死了,他就不開心 他反而很開心 因為沒那麼辛苦 所以他只是拍了半年 所以加上,對著他一年多 大家睜開眼睛就見到對方 而且當時,刀姐是住在TVB附近 所以走過去,走路已經可以上班了 另外,他也爆發哥 在之前的訪問,說他怎樣用方法 演技來入戲 就是說他在網中人那裡 剛才說他把照片放到銀袋那裡 剛才跟他說了 而且,有些人就說 你兩個很感情 你會不會對他有感情 有感覺 那刀姐就說 我不會的 做事就是做事 不過,他用這種方法有多有趣 就是說他把照片放在銀袋裡 培養感情 他說,當時他跟陳玉蓮拍拖 有時他們三人一起喝茶 有人問他 怕不怕那個女朋友 就是陳玉蓮不喜歡 阿杜姐和這個發哥 是這麼朋友的 他說,那又不會 因為要做一拼 有時要一起拍 所以有時會代入 之後,受歡迎之後 中間他也死了 那觀眾也不喜歡 當時,因為親情 他中間的劇本是寫他死了 但是當時的觀眾就不喜歡 要令到他故意上這個K18 去解釋 希望他和大家要繼續支持他 又希望電視台不要再寫他 說他無端端死了 之後他們也合作過 《惡如談》 《惡如淚》 因為《惡如淚》是麗的電視的 但是他們無線有一個《惡如談》 我不知道有這部電視 花鳳環聽過 另外,電影的花城才重要 電影的花城 我上網看那部電影 哇,發哥露出一個屁股 八月十五的 現在農曆七月 再過一個月 很快就中秋節 你看到八月十五 如果你想一倒他的八月十五 發哥可以上網看這個花城 因為他們兩個在這個電影裡 都火辣辣的 我看到有個浴缸 一起浸浴缸 哈哈哈哈 非常激 在這麼多年前拍這些 我想那時候我很小 所以這部電影我沒什麼印象 令到一些人用什麼來形容 平然心動 這樣 然後很長時間 還有一件事 說真的 為什麼 你說阿都姐 她不會這麼蠢 做事就做事 不會想那麼多 有個傻子的 可能喜歡了那個戲裡面的男主角 這樣 咦,為什麼無端端 OK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突然 WhatsApp給我 喂 說吧 現在說 為什麼阿都姐 他們有沒有可能說兩個拍拖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